不過我認為球女中路其實是打鬥士還ok的選擇 因為畢竟他有一個加速有一個護盾他比較好拉扯 可是其實阿齊爾也是還在 就是如果以阿齊爾跟球女這兩個選擇來看的話 會不會在聖敗這邊在最後選一個阿齊爾會是比較好的 阿齊爾會怕扛不住時間線這個問題 因為很明顯就是 中緯圈面其實剛剛BB到第二輪很明顯看出來他們要中上雙鬥士打艾克 就是我覺得出艾克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對就是可以遇到這件事情 所以在選阿齊爾的話我覺得會稍微有點對抗的強度不夠 但因為 沒有他要cover 因為他一定是知道艾克是在上面的話 這邊是選擇直接B閃 選擇閃線這邊的話雖然音是暈的話是沒有紅怒蛋沒有問題手殺 是落在艾克手上 1技能有貼到 直接跟閃 W位置放得很好阿 這個位置就直接B閃線 然後鱷魚一段一之後閃線加二段一 然後W留住 那艾克也直接跟閃貼 沒有跟閃貼 就是艾克直接貼上來 就把這個人頭收起來 又要來一次又要來一次 壓力就給到了聖敗 而且的話艾克在這個時間點一樣是三等選擇 花士忻跟W起手 完了這邊好像被貼到了 紅怒是有暈到 再搭配的是艾克的這個第二次的暈 那聖敗看起來是走不掉了 那來一次又抓到 那球你幾乎是要沒得玩的 而且他這波也是沒有TP的 先看一下這波其實是第一個紅怒有暈到 對就是有刷到那個聖敗 所以疊了比較多的紅怒 所以能夠觸發他紅怒的W 我覺得是重要的 這邊 喔 等一下其實有出溝有勾到 冰川有緩到 那可能看一下魚粉這邊閃線的話是還在 先交了一個閃線之後往後撤退 這波可以看到悟空上溜確實在蹲下路喔 等等搭配GP的大絕 喔 這邊有勾到 但悟空的話位置其實還是有一點遠喔 可能要看一下 如果再往前進攻的話 遭遇到是悟空喔 沒有問題是忍著直接拚得上去 但後方悟空直接無心風暴直接開轉 哇 你媽媽都差一點點 沒有 沒觸發到 你下路最可能被GANK的時間 先來看一下這波replay 我就很明顯就是 在跟你講 我後沒有人 我後沒有人 對 哇 這邊先出勾 是先騙掉這個骨甲 但 對 這邊勾到其實 試探性完換個血我覺得OK 這裡致命節奏疊滿 就再換個血就好 完全沒有必要閃線再追出去這一波 雖然確實殘血阿 就很可惜沒有點死 應該是他的痛苦失扯沒有重置到 風險太大了 阿 這邊好像 就不一樣了 看起來是 但在騎士哥這邊是先閃線 勾到的是克里斯塔 克里斯塔 雖然身上掛著一個極難救助 再搭配的是惡意收購 但好像沒辦法復活 我們的時間結束的同時 人頭是掉在丁毅手上 中野 中野圈圈圈這邊的中野是去放御事者 所以他們在中路已經探頭 那在前往下過下半河道完全是沒有必要 這完全就是在給機會 哇 而且其實他整個下路線是被拆開的 對 就是感覺上是本來 Liata覺得他走那邊就是賣他 線上上也被推線壓擊 喔 鏡頭回到的是這個上路 我們看一下是 喔 QW 喔 有點到桶 欸 有點掉 然後直接開大吧 他好像是被拉扯 喔 被拉扯 最後是閃線的一個Q技能 哇 好像出現聖片片桶吧 就是本來想說會不會GP直接炸 炸桶子其實都算是有細節把它砍掉 對 就是跟上面我們其實兩等 看到有一個換血量 不過這次是二打一 你有槍又怎麼樣 我有兄弟 來囉艾克 雖然說加坡彈幕是灑的下去 但自己已經是沒有閃現的情況下走不掉了 這邊看一下回放喔 這個就是上路鬥士 在兵線好的時候是可以這樣直接月塔做一個龍號的 然後再加上等艾克過來那直接一個塔殺 那菲羅拉有大 那艾克也有大 這個塔殺非常輕鬆 想要進行一個塔殺 那這要手嗎 不過悟空有個W應該是可以 悟空的話 W是直接往後分身處拉一下 但這個手塔是已經拿掉了 完全沒有打死小小 喔 這邊直接TP 喔 直接一個二一SOGO定到的是定義 但定義的話 好像在後方可以交一個閃線走掉這樣的話 比較明顯 就是他們好像有一點 找不到進攻箭頭了 這邊艾克好像有機會有定到 這邊好像有定到 沒有問題但一個很快進化 狂奉斯捷拉開嘎 解決這邊 可能要看一下二一SOGO其實收到還不錯 無疾風暴是選擇 只能往後開做一個撤退 雖然說正面的戰場 定義的勾是沒勾到喔 英雄連沒有信用卡 直接給你個10%回饋 教你怎麼賺錢 從回饋開始賺起 那個毒者AB一直疊一直疊 現在連中塔都要拔掉了 不過反而交出的是艾克 如果沒有好的開戰方式 因為剛剛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其實 綜維圈這邊在一些團戰的開啟上面 其實沒有做到很好 所以我認為他們可能 這邊好像只能靠 這邊反而是定義選擇先出勾 當然迷糊很快是直接拉了回來 迷糊大四個人 再包括的是直接個黃內護打 為什麼大四個人 哇 感覺就會傷害 血量已經非常低了 那可能要看一下 這邊一個Q技能是有扯到 嗚~~ 那感覺這波不太能打了耶 好像要拚了耶 欸但是 艾克你怎麼在這裡 艾克被錶啦 哇你的大絕都沒按出來 大絕跟錶都沒開啊 感覺貪了 他感覺是想要直接收掉 然後大絕回去 他感覺想一技能直接打到那個 阿菲利歐之後直接大絕 但是鱷魚的話是一個球果下橋 沒有問題 直接大絕是逼到 所以把後排 那尬絕絕還在輸出 他倒了 他倒了 同時算敗也是下來 可能要看一下這個鱷魚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死前居二 我站打得完嗎 差一點 沒有問題 我可是又一手都站起來 蛤 這波很亂 喔那絕訓之後是選擇 放掉這一條小龍讓 中野圈妹妹這邊是拿到一個海克絲的龍魂 那鱷魚的話是先頂在團隊的最外圍喔 所以如果要進去可能有點困難 難道這個要給嗎 好像要打欸 因為那塔要站出來喔 應該 剛布朗克的話大絕是直接下了下來 但往內互打直接無敵 所以收購效果很好 哇那巴龍的話是已經先由紅方拿到 那可能要看一下 全球人家這邊要怎麼選擇做撤退喔 難道真的要靠這個球女1卷5嗎 不太可能 應該不會出現5v5的正面 好不過這個塔的話 好像還是想要防守 暈倒是勝敗難免 哇這樣這個塔塔守住的話 對於這群來說 不是很妙 就挺虧的 那就是看他們要怎麼把團戰上線打慢 喔不過看起來 就覺得槍這一輪還不錯 不過鱷魚落後的位置 好像是沒有被發現的喔 喔完蛋了 那你媽媽都好像被直接衝到後排啦 我們可能要看一下這個鱷魚收購 其實放的位置還不錯喔 但鱷魚還在尬 絕對還在輸出 搭配的是對方兩個閃線 沒有辦法再做拉打 那右邊的位置的話 屬於我幾件事已經成功拿下這個人頭 關尾同學好像也難逃一死 在被對方的無情突入 哇那就一波GG啦 哇這波是一個一換五啊 在中野區妹妹這邊 這波其實有主要兩個點啊 第一個就是鱷魚落後的位置 其實是沒有被發現的 嗯 那另外一個點是 就是 那個 RENATA2E收購的位置放得非常好 他直接把那個 口都卡住 那就逼得他們後排 只能通通都往鱷魚那邊跑 對 那雖然JJ頂了很久啦 但就很可惜 很明顯他這個時候 傷害在鱷魚的面前完全不夠 好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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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步